接下來歡迎各位練習 剛才是銅質量 現在是銅體積 那這裡有給密度 然後丟到水裡面 請問你 排次序 鐵塊等於銅 銅塊等於魚木塊 鐵球等於銅球等於木球 鐵塊大於銅球 大於木球 還是怎麼樣呢 老師 來 請問你 請你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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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大小秩序 木球大於銅球 大於鐵球 木球大於鐵球 大於銅球 鐵球大於銅球 大於木球 鐵球大於木球 大於銅球 好 隨便 想想看 判斷方法 一 會神會福 二 翻出BVD 如果BVD不能用 翻出福體原理 你就會 你就知道誰大誰小 要 mole volt 起序 iben 四 innov 木球大於鐵球得近於三強 看... 紅大魚鐵大魚桶 木球大魚鐵大魚桶 紅大魚鐵大魚桶 木大魚鐵大魚桶 請坐 木大魚鐵大魚桶 請坐 老師說第一步做什麼 老師說第一步做什麼 判斷乘輔 誰會乘 誰會乘 鐵球會乘 銅球會乘 密度都比誰大 木球會乘 密度比誰小 木球會乘 第二步 搬什麼公式 BVD 搬BVD來判斷 抬開一體的體積乘一體的密度 你發現呢 我的體積是一樣的 但是呢 鐵跟銅都沉下去 木頭會浮起來 所以呢 這一體 體積是一體都一樣 所以後面的密度不用管了 只要管前面的排開一體 體積就可以了 好 鐵球跟銅球都沉下去 他們就是全部都排開了一體 所以排開一體的體積 就是鐵球跟銅球的體積 然後鐵球跟銅球一樣 所以他們兩個排開的體積是一樣的 一樣的 然後木球會浮起來 所以木球沒有全部都排開 木球沒有全部都排開 只有部分 所以 木球排開的體積是比較少的 不是全部 所以它的浮力也會是最小的 但是浮力最小的 所以呢 鐵球會等於銅球 跟它排開的體積一樣 會大於木球 因為木球排開最少 所以呢 鐵等於銅 大於木 這就是 練習二十一 判斷的方式 OK嗎 OK 那麼下一題 又回到了銅質量 然後呢 有一個是鐵 有一個是鋁 都嘟到水裡面去 那請問你 誰的福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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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二、三 你選B 第一步 會成會府 鐵塊跟鋁塊都是乘 第二步 翻BVD 排開議題的體積乘議題的密度 兩個都乘下去 所以兩個都全部排開議題 所以排開議題的大小 就是鐵塊或者是鋁塊的大小 那麼誰比較大 誰的福利就比較大 題目有給同質量 題目有給密度 所以又回到了古時候 我們學過的密度的計算 有密度有質量怎麼求體積 質量除以密度 所以如果密度越小的福利 體積就會越大 你就會越大 那麼 鋁塊的密度比較小 所以呢 鋁塊的體積比較大 排開比較多 所以呢 福利就會比較大 所以呢 我們答案就會選的是鋁塊 選的是鋁塊 就是練習二之二 OK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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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